大家好 我是王淳 欢迎收看股海红阳 今天价钱股价指数上涨55点 那成交量还是只有不到700亿元的水准 所以呢 这里是一个量缩整理的格局 看似很弱的情况下 其实它是一个蛮强势的格局 因为整个行情在多头走势当中 一定会做一个修正 但是修正的过程之中 往往都是考验投资人的信心的时候 那我们对于万点的看法都没有改变过 甚至拉回的过程之中 我一直跟大家讲说 波段的强势股 要买在短线上弱势的时候 甚至呢 我有在黑暗之中 你才能看见最璀璨的流星嘛 所以呢 指数在做横盘的修正整理 其实它整理的幅度并不大 也不够区区的200多点 但是很多人呢 就从多开始反空 甚至呢 也有人开始准备放空股票 但是我也只跟大家强调说 不要这样做啦 因为整个趋势并没有改变 月经线有没有下弯 没有嘛 所以呢 其实买盘都没有改变啊 只是说 它只是先做一个短暂的休息 为了因应什么 三月份最重要一件事情 就是美国的升息嘛 那这些升息 都只是一个短暂的影响 美国敢升息 它代表说它对未来的看法 未来整个景气的看法是OK的 否则哪有人 一个领导者会去搞烂自己国家的股市呢 那美国会升息 那代表景气复苏是正向的 所以呢 过去教科书里面告诉我们说 升息会影响到股市的表现 其实那是没有错 但是以长线来看的话 其实升息反而是有利于股市的上涨 所以呢 有一些教科书上讲的 跟事实上呢 是有出路的 包括技术分析 很多的内容都是啊 那我们就是把这些内容 把一些错误的资讯 帮你做更正 甚至说告诉你未来的方向 到底是什么 那巴大航库呢 昨天跟大家谈过了嘛 他只要做大量的买超 其实都是在一个行情在低点的时候嘛 那同样的 其实这段行情其实已经涨上来 涨上的过程之中 他卖了很多的股票 那他卖了很多的股票 其实基本上他代表了 我未来他要再买回来 所以其实整个台北股票市场呢 下档的支撑 买盘力道是非常强的 那很多 大家就觉得说台股会崩盘 我觉得那都是无稽之谈啊 那都是太过于夸张 因为整个台北股票市场 最热的时候 会是在下半年的时候 所以现在只是一个中场的休息而已 未来冲冠万点呢 其实都是大有机会 所以在操作上面 一定要遵循什么 春根夏云秋收东场 你的tempo怎么做 会影响到你 未来你会怎么收割啊 所以呢 波段的强势股 买在短线上落势的时候 那你最重要的就是说 你要看到市场的量价关系 到底怎么来走 那现在大盘在月均线之下 那很多的股票 如果你的股票在月均线之下的 基本上 它都不是一档强势的股票 真的强势股会在大盘休息的时候 表现得更加强势喔 所以呢很多的类股呢 你要去检视一下 你现在手中的持股 是不是落后于大盘 那你落后于大盘的话 你就要做一些持股的转换喔 那如果说你的股票还能够强于大盘的话 基本上这些持股都是未来可以关注的主流 比如像说3236的迁如嘛 我当初跟大家讲说 它突破跳空趋势改变嘛 这个跳空缺口没有补之前 基本上它都是一个强势的整理形态 因为大盘要整理嘛 所以呢 在它的量价关系 这是一个量大的高点 它不是最高点 缺口没有回补再加上均线的上扬 均线一旦上扬的时候 其实它是提供一个强力的支撑嘛 所以这些支撑都没有改变的情况下 现在就只等一个什么 等一个指标啊 如果我的KT指标开始出现黄金交叉的时候 加我的量占比开始提高 其实它就代表说整个修正 已经开始告一个段落 所以操作上面有一些个股 已经慢慢的慢慢的 进入一个整理的末端 甚至准备要启动了嘛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大盘指数在跌喔 但是谁 谁创下新高 今天贵买指数却创下新高 那有一些在中小型的肋股 你一定要特别的留意喔 那包括在车用的部分 是我们今年看得最好的一块 因为过去喔 3C产品被人家杀得血流成额 但是这些零组件开始切入车用之后 发现说毛利 跟它的获利能力开始提升 营销可能没有太大的改变 但是至少它整个获利能力开始出现大成长 比如说5469的汉宇博 去年EPS已经来到了2块1耶 两次的量大高点 量大高点 这其实他们都还被套牢当中 这些被套牢的人到底他的想法是什么 这里是一个WD的形态喔 WD的形态一定会来回撤 做一次警线的回撤 这回撤支撑 支撑如果没有破的话 它会走出下一个主身段的行情 所以一车二回三要走主身 那这个波段的强势股买在短线上拉回的时候 再加上它有量大高点在帮忙 那你觉得说能不能买 那EPS这么漂亮 你觉得以车用的本益比来讲的话 它不到10倍 你这个不买的话 你要等你要买什么 所以操作方面一定要注意就是说 现在已经不再只是一个资新的行情 而是还要搭配基本面跟技术面来做操作 然后会结合到你的策略面 所以你必要去思考什么样的量价关系 甚至说指标他们是怎么样去做搭配的 那搭配出来才会成为一个完美 甚至说未来你可以找到一个档标股的机会 那亥宇博部分它是一档大型的股票 可是它好进好出 而且今年的成长又是足够的情况下 车用概念股会在下半年继续发威 那股市金流图也告诉我们说 贵买化学产业为什么出现了量 出现了大量的进驻 那这些量价的进驻 他们进去的人 他们未来看到的是 看到的是什么要未来 工期探情一定有人先知道嘛 所以为什么这些早知道的人 他们要先去买股票 甚至先去做布局呢 比如像说康普的部分 连续带量过高三次喔 三次的带量过高其实都有量的喔 那我说它的量再比从500来到80来到20 它已经成功的带齐一个话题耶 那这些话题是什么 就是未来整个电动车的产业的主流嘛 那上次跟大家讲说量大高点不是对高点嘛 所以呢这次的量大高点它会再过高喔 那甚至说今天创下一个收盘价新高的时候 其实量增价涨其实追价意愿是充足的喔 现在重点是KD指标啊 它在50的附近黄金交叉 大家过去都觉得说KD指标在 在20黄金交叉才是一个起涨的开始 其实并没有一定的规则 因为其实如果KD指标在50附近黄金交叉 代表的是什么 追价的意愿跟买盘都受不了 我急着一定要去进场做布局 这种的涨势其实会比在20附近黄金交叉来得更强喔 所以呢包括美其马的部分呢 它也是什么 连续带量过高啊 连续带量过高 然后它的量占比从275来到14 也就是说它已经悄悄的悄悄的 其实都有主流在做布局喔 那我的KD指标也是在50附近做一个黄金交叉 它目标在哪边 它绝对不会只是看一天两天的行情啊 那量大高点再创高点之后呢 其实未来呢 你要看的是什么 指标如果没有在死亡交叉之前 其实基本上它这个高点都是会过的喔 那跃距线包括指标 那包括量价关系 你每一样都要去做好掌握 因为整个技术分析最基本的概念 就是量价关系 因为有量才会有价 有量价才会知道说谁在里面嘛 包括TPK的部分 量占比从50来到5 那三角烧链形态呢 其实量占比开始大增 那KD指标怎么走 那未来它会怎么走 这都是我们要去持续关注的地方 那车用的概念股不用讲的包括帽连 跟你讲说量大的高点不会是最高点 均线还在往上扬嘛 所以量占比从240来到20嘛 KD指标最恐慌的时候反而是买点 所以183块钱买进182元成交 那量占法第一次成功验证来到195块嘛 那正是最近拉回的震荡整理的过程之中 它回测月线的支撑 那支撑点它是买点还是卖点 那你应该要怎么操作 波段的强势股满在短线上落势的时候 那金顶的部分呢 鸿海集团已经扩大 在做扩产 那包括了京东方华兴光电 这些跟鸿海一起在做戒10代厂 10.5代厂的扩建 那这些题材未来都会再度发威 那其实以他们的基本面来看呢 其实都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那这档股票是现在大家还没有谈到的 也是一档设备的概念股 那它的题材是什么 它要怎么去做操作 波段的强势股满在短线上落势的时候 如果说你不懂得怎么买这种标股的话 请你跟着我们一起做 要成为市场上的赢家 一定要有领先市场上的思维 不要再怀疑了 那很多的时刻啊 包括说波段的强势股 很多的时间 包括说我们跟你讲说 只有在黑暗之中才能看见 最璀璨的流星嘛 那整个行情整理 到一个末段的时候呢 都在你的怀疑之中 悄悄的流失掉你的机会啊 你如果盛开蝴蝶次来 赶快种下你对于成功的信念 现在已经是一个打团体战的时代 如果你还在孤军奋战的朋友们 你只有挨打的奋 让我们成为您登峰的祥导 为您指引成功的道路 古海弘扬出您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再会 拜拜 明天再会